而另一起发生在G1513温里高速离水方向 央湾隧道入口附近的车辆起火事件 起火的货车驾驶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辆起火的乡式货车停靠在鹰鹿肩上 车头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现场被滚滚浓烟笼罩 这个是泄露 泄露砸起来的 其实你当时有灭火器的话 你当时覆灭的话应该造成 我化了嘛 造成不了这么大的损失的 你知道吧 我那个了嘛 货车司机说 行驶中他听到副驾驶座底下传来一声响声 随后便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意识到车辆可能起火了 就将车停靠在了一边进行检查 但火势发展迅速 很快就无法控制 他只好撤离到安全地带 并立即报警等待救援 消防员经过五分钟铺救 成功灭火 但车头已几乎被烧毁 记者王婷婷 编辑报道